光丰乡台巴朗部落建榫农特产品为在地重要的实力农产 而光丰农会从去年开始推动辅导建榫有机友善工作 获得建榫农热烈支持 配合面积就有将近百公顷 而农会今天特别邀请了农政单位开办有机友善的工作 以及合法化肥培管理研习会 让建榫农受益匪浅 今年受到气候影响造成光丰乡台巴朗建榫旱灾减产 列为天然灾害现今救助区域 减轻建榫农损失之余 光丰地区农会今年也邀请花莲农改厂 就天间肥培管理课题 加强建榫农正确的用药观念 堆肥就是要有这样的具有这样的体系和空间 去造个完毁 方便中间的温度升高 那水分大概就是可能是60 那就是拿起来过 我学到只有那个说补助啊什么啊 这些也有奖啊 在地建榫农也从去年起配合农会 进行建榫员有机友善耕作的辅导 因此也踊跃参加这一堂讲席会 也关注相关补助申请作业流程 为了甘情者借着这些土地的游泳者 兄弟姐妹的父母亲的等等 我们可以派一个大表处了 为了提升部落农特产的产值水准 光丰地区农会在县政府以及农粮署等单位支持下 推动福岛建榫农 有机友善耕作生产 获得农民热烈支持 有意配合面积也有将近百公顷左右 有参加 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肥料就比较便宜 肥料比较便宜 还可以使用在建榫施肥方面 又让部落建榫农特产 有机生产友善环境 确保农产食安 光丰地区农会就特别以有机友善耕作 天间肥培管理 以及友善耕作补助申请作业 为主题开办这场讲席会 农民热烈参加作物学习 我们今天辅导的最主要是 针对建筑榫产业 因为它本身就可以不用 可以不用适用农药 而且不用适用化学肥料 让我们的农产品会更好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 透过我们的上课 我们请了我们农粮署 花莲区农业改良厂的一些 专业的讲师 来做一些教育训练 让他们针对友善 友机更能了解 然后进而提升 我们在地的一些 优质的农特产品 总干事张明发指出 目前光丰地区的 建筍面积约有200公顷左右 接采自然野生方式管理 现在加强辅导 友善有机更作 确保产业环境 永续经营 农产品质健康安全 记者石油蓝光复采访报道